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周浩 昨天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 由二级下调到了三级 相关的防控策略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那么现在武汉人的生活有哪一些变化呢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看一看 我现在正在出小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进出小区的话 还是得扫描健康码然后绿码才能通行 但是不再进行体温检测 物业的话也在对小区之前的尾档进行拆除 而像快递外卖等外来人员时间卡马绿码 并进行登记的话也是可以进入小区的 现在的防控策略的话是由口罩实时戴变成了口罩随身戴 在公园还有户外等地方的话是可以不佩戴口罩的 不过我发现大部分人都还佩戴着口罩 我觉得口罩还是在戴一段时间比较好 因为现在虽然防控级别下调了 但是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而且周围有很多人还戴着口罩 还是不戴口罩自由呼吸的感觉更好 希望武汉会越来越好 值得注意的是要想坐公交地铁的话 还是得和之前一样需要出示健康利用 并且佩戴口罩 据了解 武汉影军院游泳馆的文化旅游 还有体育休闲娱乐场所的话可以有序开放 不过我来到了一处商圈 影院目前还并没有开放 不过我相信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 现在在大家的面前就是武汉市图书馆 关闭了四个多月的市图书馆 开始适度的续开放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今天下着小雨 仍然是有不少市民 终于看到了 我们就是一直都在关注 因为这边的话就是 有这个图书馆 这就是我们孩子嘛 因为经常了 而熟悉的话 终于看到开了 就特别特别开心了 然后看到武汉的话 现在越来越好 虽然我们这个昨天呢 这个回省发布了这个 风险防控降级的这个通告 那么我们武汉图书馆 作为一个公众服务的一个重要窗口 我们还是一直按照最严的要求 最贴心的服务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 这个读者的一个支援服务 降级不等于降防身 虽然说湖北疫情形势 有点向好 但是大家在前往人群拥挤 通风不良的室内公共场所 还是要带上装照 希望疫情早日彻底结束 武汉这座城市也能够越来越好